台灣竟然被當成拼字比賽的題目 我覺得這個是蠻有趣的一個報導 所以我們台灣自己的網站寫出來 Focus Taiwan 他是一個八年級的學生 他就贏得了拼字大賽 拼字大賽的英文 我們就其實不見得是熟悉了 拼字叫spell 這大概是你會的 有時候我們台灣人會犯一些錯 我先例如說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做David太簡單了 我們想一個難一點點 我叫做Bartholomew之類的 所以可能叫怎麼拼 我們台灣人就How to spell it How to spell 甚至有人就直接以為這就是一個成功的文句 這個是大錯特錯的 所以你如果要問人家怎麼拼什麼東西 你不要問人家說How to spell No 你要問的是How do you spell it OK How do you spell it 所以你跟我講一個不太常見的名字 我不會拼 我就反問你怎麼拼 你要問說How do you spell it OK How do you spell your name 所以你不要問說How to spell it 我知道這兩個聽起來 聽力不太順暢的人 可能會覺得聽起來有點像 可是上面這個完全是錯誤的版本 OK 那下面這個才對 上面這個唯一有可能對 就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一個句子裡面 OK 例如說I don't know how to spell your name 那這沒問題 所以這種疑問詞加不定詞的結構 它只能當成是代替名詞子句 然後放在句子裡面 當成授詞或主詞之類的時候 才有辦法 OK 所以它獨立出來是不太能夠成為獨立的句子 疑問句的 哇 馬上一開始就講這麼硬的東西 我們要講的是輕鬆的拼字比賽 好啦 spell again spell叫做拼 拼字 還有一些額外的意思 像例如說 施魔法 那個魔法也叫做spell OK So you fell under the effect of my spell之類的 在處於我的魔法的影響之下 那或者是 還可以像有一個說 我們講說天氣冷的時候 有沒有cold spell 這樣一個詞 好像有 好anyway 所以spelling 那拼字比賽叫spelling B 後面加個蜜蜂 不要問我為什麼 我相信一定有典故 可是我就是不想知道 呵呵呵 我只知道拼字大賽就叫做spelling B Spelling B Contest 一般是小朋友在參加 所以裡面加個蜜蜂這個詞 就覺得可愛可愛的這樣 所以你要加一個contest在後面也可以 所以這8歲 不是8歲 8年級的學生 贏得了美國一個州叫做Idaho So 8th Grader Wins Idaho Idaho spelling B Idaho Idaho spelling V 為什麼是卡卡的 Wins Idaho spelling B With correct call on Taiwan 所以他是把台灣拼對了 所以題目是台灣 spell Taiwan 然後他就 拼出了 T-A-I-W-A-N 耶 所以沒有拼成Tailand 耶 Alright 我們把這邊 因為這個很短 兩三分鐘的一個閱讀而已 我們就把它讀過去 那有些讀不太出來 例如他的名字 我們就算了 So San Francisco February 18th American 8th Grader 特別再講一個 8年級的學生 你不一定要說8th grade student 太囉唆了 Student丟掉 8th grader就可以了 3年級的學生 3rd grader 10年級的學生 10th grader 就ok了 只是說前面這個數字 需要是敘述就是了 所以你今年剛上一年級 I'm a 1st grader 所以可以這樣子 American 8th grader Kayla Taney 信念不得出來 Vella Labose Whatever Who took the Queen Bee title At a nail biting spelling competition In Idaho On February 11th Gain the winning edge When she correctly spelled the word Taiwan 好 裡面一些可以提到的詞 她贏了這個大賽 所以她得了這個Queen Bee title 所以女王瘋的這個title 那她的這個比賽是 Nail biting spelling competition 什麼叫Nail biting 就是說我們說一個比賽 令人家覺得 哇 這個競爭非常的激烈 不知道誰最後才會贏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會 一邊看一邊咬著牙齒 有沒有 又緊張 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一個比賽 讓人很難看出誰贏誰輸 就很競爭很激烈 白熱化 OK 不到最後一刻看不出誰會贏 我們就會說這是一個 Nail biting competition Nail biting game OK 那再講一個 所以我們除了有這個Nail biting之外 還有一個也算是 甚至播報員有時候會講 我們會聽到的 就是說 這場比賽 really came down the wire came down the wire 那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這個比賽非常的激烈 激烈到最後一刻才能分出勝負 所以came down the wire 好這個我如果沒記錯 它的典故是在於 我只講我大概記得了 那不記得了就是萬了 我知道Anita很喜歡說 啊不管啦 很喜歡我說這一句 因為有時候我在強調 就學英文的時候 不求聖結是比較正確的態度 你一直很 把一個東西鑽得很細的話 當然這不是不好 因為我必須要強調 沒有抵制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 當你還在熟悉一個語言的時候 大量的攝取才是學習的重點 而不是看到一個字覺得很有趣 就開始挖它這個字的 歷史典故或之類的 然後讀一大堆中文去解釋它 No that's not how you learn the language 好回來這裡 came down the wire 這個wire 我覺得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因為我稍微去讀過這個 我覺得這個片語很有趣 這個wire就是 我們講說那個叫什麼 炸彈的引線還是之類的 所以你看 喔燒到底才爆掉這樣子 所以這場比賽真的是 came down the wire 一路燒下去 燒到最後才爆才知道誰會贏這樣子 好這解釋蠻爛的 but anyway 那懂啦 所以總之 the game really came down the wire 也就是我們說 這個遊戲真的最後一刻才決勝負 簡單一點說是這樣 好 所以成nail biting spelling bee competition 然後他拼對團拼贏了 so in addition to hosting the championship trophy at the 20th North Idaho spelling bee Vela Lobo 他名字我真的念不出來 also won the cash price of US$10,000 所以他除了這個 所以他除了這個 啊對不起 這裡我剛念出一個字hoisting 所以他除了舉起這個獎盃之外 所以這個hoist就是把東西給這樣子 高舉拋起來這樣子 ok 所以他除了這個舉起獎盃之外呢 他贏得了 won a cash prize 所以贏得這個現金獎 美金1000塊錢 所以就台幣3萬多塊左右 ok 而且還有 a one year subscrip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online version versions of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所以他贏了這個一年的那一個 可以訂閱美國的這個線上版的這個 大不列店百科全數 大贏百科全數 誰要看這玩意兒 但無所謂了 以及還有這個Webster dictionary 維斯字典 然後還可以 他能夠去參加全國性的比賽 in a ticket to Washington 所以得了 贏了一張這個票 贏了這一張進入比賽的車票 門票 a ticket to Washington to compete in the Scripps National Spelling Bee Later this year 所以他有一個國際的 不是全國的 National Spelling Bee 然後還有一個 似乎是掛了一個人的名字 it doesn't matter 所以這個女生 他覺得他 出於這個驚嚇之中 竟然贏了 I'm kind of in shock ok in shock 所以他成功拼對了台灣 I didn't expect to win 他覺得他沒有贏 maybe I'll get top 10 他頂多覺得他自己 值得贏得前十而已 總共還有另外20個人 所以講了一大堆 他的最大對手事實上是個六年級的學生 wow ok so the strongest rival was 6th grader Eric Brunner who was neck and neck 這個賽很酷 這個是我們常在 俄羅斯方塊的比賽 會看到的一個 這個形容詞 或者他是一個名字片語 總之他在說的就是 一樣 這是競爭非常激烈的時候 我們會說 oh the game is neck and neck 所以兩個人 這個就是你可以想像 在那種賽跑中 兩個人都在衝線 這樣子 你就看到一個脖子 跟另外一個人的脖子 離得很近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 neck and neck的一個畫面 這樣子 好 所以一直跟他 處於一個拉鋸 分不出勝負的狀態 直到第16回合 So Eric was neck and neck with her in round 16 amid a series of misspellings and finished in second place 所以在第16回合 第16回合中 還拼錯了一大堆字 最後這個Eric 就第二名這樣子 a series of misspellings 所以也就是說 他們這個比賽 大概不是錯一個字就沒了 所以要是你錯他錯的話 兩個人都錯 那我們再拼下一個 後來你錯他又錯 再拼下一個 可能類似這樣子拼下去 所以我們可以再多看一些 Under the competition rules Bees are entitled to a shot at redemption in the next round If all the active participants misspell words 所以跟我講的大概差不多 所以在他的規則裡面 這個Bees就是參賽者 剛剛講到蜜蜂 所以他們就是 一直是小蜜蜂 所以他們能夠去 有一個贖回自己的機會 能夠挽救自己 這個比賽機會的機會 所以They are entitled to a shot at redemption 所以entitled這個字就是 就是有資格得到一個 If you have a shot at something 就是你有一個機會 去做什麼事情 OK 所以有機會成功 You have a shot at success 這樣子 OK So you have a shot at redemption 那是redemption什麼意思 就是redeem這個字 就是贖罪贖回的概念 redeem這個字 它的名詞是redemption 也學一下一下 So you have a shot at redemption in the next round 所以你在下一回 可以能夠把自己救回來 這樣如果所有其他的參賽者 都有拼錯字的話 So if all the active participants misspelled words 所以看起來應該就是有 所以他前面講的 大家都有拼錯一大堆 對不對 所以第18回的時候 這個brunner 又拼錯了另外一個字 然後就讓我們剛才這位小女生 Keyla 她就進了第19回了 就是了 所以第19回 她被問 就是台灣就出現了 然後她拼對了 拼對了就贏了 因為第18回的時候 brunner 拼錯字 好像是這樣子的關係 So when she was asked to spell Taiwan she made the right call 所以她判斷正確 and thus took the queen bee title Alright 好 到這裡大概差不多了 所以很高興 台灣幫助你獲得了勝利 所以今天這篇短短的 今天算是 我今天看到這新聞 今天就把它擠出來 好 希望大家喜歡這一個 講的有點快 我覺得 因為我其實還在工作 在翻譯東西 所以在工作的空檔 趕快錄一集起來 好 那今天就先這樣子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